Google Map,在桌面上請你建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也叫Google Map 按確定,其他不用啦,伺服器這個都不用 直接按儲存 然後裡面是空的 請各位一樣新建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一樣是HTML5 按建立就可以 裡面我們等一下要做哪些 首先第一個,在還沒有做多頁之前 請你先讓一頁先跑出來 那一頁的話,比如說我只要先產生一頁 比如說我今天朝進公園 這個位置,我希望跑出一個地圖 長得像這樣就可以了 直接把什麼呢 我的Google Map遷入到我的網頁裡面 該怎麼做 不過我要特別注意 其實像那個用JK Mobile來做 其實簡單很多 如果用那個原生的方式來做 那真的麻煩到一個不行 做很多事情才能夠看到地圖 還不見得看得到地圖 而且在那個模擬器裡面還看不到 還要用原生的手機才能看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的話你要先知道地點 比如說你今天查某個地點 按右鍵這裡是哪裡 然後假設我今天查的一個地標 也許不一定是朝進公園 你可以找一個其他地點都沒關係 然後呢 在這裡面的話先插入個頁面 也許這個頁面叫Home好了 然後它上面叫什麼名稱 不過特別注意 在做這個之前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做一個什麼 一個DIV包起來 包起來 比如說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找一個點 也許叫朝進公園 也許叫朝進公園 然後下一步 裡面做什麼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 針對這個MAPDIV 你要去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CSS 特別注意 新增 CSS在哪裡 CSS樣式 這邊有個新增 然後針對哪一個選取器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是MAPDIV 就是剛剛那個DIV 去針對這個MAPDIV做什麼 做選取 然後要設定什麼 相關的CSS樣式 裡面主要針對方框 那我這個地方寬度大概320 這個320的寬度不見得是固定 你可以調整 然後高的話大概44 440 再來把 我放在那個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貼到哪裡 head上面 再來什麼 更改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更改這邊的 這個是緯度 這個是精度 把這兩個數字更改 還有這個RUN 就是縮放的大小 你也可以更改 改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 其他這個地方 大概把它修改一下 最後的話 就可以把我們的地圖 做一個顯示在 中央的這個結果 其他方框 顏色你可以變更 不見得一定要是紅色 你可以這個地方 也可以修改 那程式碼在這邊 OK 所以程式碼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它彈開 那這個地方 我這邊有複製到那個head 把這一段 先複製到上方 那稍微把剛剛的這個流程 稍微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針對這個部分 再來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今天我第一個 先建一個新的檔 一樣是HTML5 然後這個流程都一樣 第一個先把Body 中間先Enter兩下 然後再插入一個頁面 這個頁面的話 一樣是JQuery Mobile 那我這邊呢 也許我是一個測試的頁面 所以呢 這邊我直接放一個頁手就好 不要頁尾了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在頁手 在內容的地方 找到內容的地方 也許你把內容的地方清除掉 在內容的中間 記得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版面 因為我要在這個內容的地方 放一個地圖 中間的地方 所以呢 請在Content頭跟尾的中間 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DIV 那DIV的ID 請你更改一下 特別注意 在這個插入點的地方 Content地方 給它一個那個名稱 叫做 也許叫MAP MAP底線DIV 這個名稱的話 我想你用這個好了 因為我在那個程式裡面 用的名稱也是這個 叫MAPDIV 我可以按確定 確定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中間的地方就會出現 一個 DIV 它的ID 是MAPDIV 中間的東西 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不需要 就是 類似一個空的一個DIV 那這個DIV的ID 一定是叫MAPDIV 好 那我就有一個 空的一個DIV 將來要放什麼 放地圖的 這個中間是一個空的一個DIV 接下來的話 我要指定這個DIV 這個 它的大小跟它的框線 那怎麼去更改它的大小跟框線 這個時候呢 必須用CSS來調整 特別注意 這個 可能跟那個網頁設計有點關係 CSS 就是它的版型 要更改它 那你不能說直接在這邊更改 而必須從CSS 新增一個CSS 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CSS的樣式 下方會有一個新增樣式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找到那個ID 因為我剛剛有給它一個ID 叫做MAPDIV 所以你可以從那個 CSS的樣式 新增 找到ID 叫做MAPDIV 因為我要格式化它 所以找到它之後的話 那它會出現說 你的定義規則要放哪裡 就是放這個文件 就跟這個文件放一起 它會幫你把CSS 放在這上方 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說 那你這個CSS的樣式 你要變更什麼 我要變更它的方框 它的框框 寬度自動 因為我不知道寬度多大 所以寬度呢 你自動跟那個 手機一樣寬就可以了 那高度的話呢 我們大概440 假設啦 你可以多也可以少 OK 這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呢 邊框 邊框你要不要改顏色 如果你要改顏色 你可以怎樣 填一個顏色 紅色好了 然後你看要尺寸多少 它的Style 哪一種Style 然後這邊可以挑有沒有 Solid 這就是它填顏色 那寬多少 寬假如說三個好了 全部都三 按套用 你會發現 它會有這個效果出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 就是我三個 那個 那你要調別的 可不可以 你當然比如說調一個 這個按套用一下 有沒有 虛線的 然後Solid Double 就是應該是 雙線 有沒有 看各位啦 反正我用這個 Solid 然後寬大概五個 三個像素 五個像素 大概這樣 五個像素 OK 按確定 記得我只有調兩個 其實主要 就是新增一個CS樣式 然後針對這個CS樣式的方框 跟它的邊框 去做調整就可以 OK 好 調完之後呢 我們就已經把 要放地圖的版型給做出來 但是這個地圖現在還沒進來 怎麼放進來呢 其實非常簡單 利用 雲端的這個 我放在雲端這個 雲端的這個 程式碼 剛剛放在這邊 程式碼 請你把它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 這個Head的上方 所以請記住 我先把它存檔一下好了 先把它儲存一下 那名稱叫 先用index2好了 OK 覆蓋一下 然後按確定 放在Head的上方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CSS的樣式在這裡 剛剛格式化的 然後把它放在Head的上面 Head Enter一下 貼上 那因為這個經緯度 是指到那個什麼 好像是朝進公園吧 然後把它存檔 縮放的話是14 那你可以把這個14這個數字 增加或減少 它會有不同的run in run out的效果 好 即時一下 特別是 這邊是 關鍵在這裡 Document 在這個文件裡面 Gate 去找到 它的 成員裡面的名稱 把ID 有沒有 叫做MapDiv 所以這個名稱 請你一定要 對應到剛剛的名稱 也就是 如果你那個名稱 沒找到的話 它就不知道說 要把地圖 放在哪個Div裡面 所以我們是把地圖 找到一個Google Map之後的話 有沒有 放在剛剛那個框框裡面 這底下的程式 所以會有一個 這個 緯度 金度 然後再到那個 這個 這個 去把Google Map 建立一個 新的那個 就是 經緯度的 物件 然後再把它放到 那Google Map裡面 去做顯示 所以我顯示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即時 大家問你要不要 在這個按 是不是要在本機中 改用在本機4 OK 好 這個時候有沒有 地圖就出來了 這個應該是 這個可以放大縮小 不過你這個時候 如果在手機裡面的話 應該可以RuneIn RuneOut 這沒問題 因為我試過 手有沒有可以放在上面 放大縮小 可以飛過去 可以 這個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地圖先看到 那你一個地圖看得到之後 再來就是可以看到 多個地圖 也就是說你動態去修改什麼 修改這上面的這個 這兩個數字 那不就可以怎麼樣 動態的去切換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另外的話 複製貼上之前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 這幾段程式 其實說真的 都沒有太複雜 那第一行就是 去引用那個 Google Map的服務 而且你會發現 從網頁上直接引用 非常簡單 一行就可以引用了 但是如果你用原生的方式 來開發 要取用Google地圖 那真的好麻煩 所以如果今天呢 你希望在你的手機裡面 看到Google地圖的位置的話 其實很簡單 直接怎麼樣 先找一個位置 再來就怎麼樣 產生一個頁面 不過特別注意 一定要先建那個版型 那個版型 如果你沒有建立好的話 它就不知道要放在哪裡 所以我剛剛是插入一個DIV 是放在那個頁面裡面 OK 所以你一定要先插入一個 JQuery Mobile的頁面 然後中間放一個DIV 它的ID一定要叫MAPDIV 如果名字打錯的話 記得喔 它也不會顯示 MAP底線DIV 然後呢 再來就是 設定 新增一個CSS樣式 CSS樣式的話呢 記得是在那個 我們的 哪裡 這個 右邊 右邊的那個 有一個CSS樣式 在下方會有個新增 有沒有 新增那個CSS按下去 特別需要 你找得到我想應該都OK了 然後再設定它的什麼 它的方框 跟它的邊框 設定好之後 這個框框就產生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第一步就完成了 就是 可以 產生一個顯示Google地圖的框框 再來就是 做前面的清單 當我點的一個清單 跳過來之後 自動把那個清單裡面的 經緯度 顯示出它的地圖 當然你可以再切回去 切回去 再換下一頁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快速切換 Google地圖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吃餐肉 我們就要去看 吃餐肉 吃餐肉 吃餐肉